苗栗县公管厢一处工地发生了大火 火蛇伴随着浓浓黑烟从屋顶不断的窜出 建商指出说 在发生大火的时候是中午的休息时间 疑似是工人把打火机放在了阴架踏板上 在高温曝晒之下爆炸 恰巧引燃一旁的塑胶油还有瓦斯喷头 才会酿成这一起大火 但还好的是没有人受伤 火蛇在风湿的助长下迅速蔓延 还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从建筑工地顶楼不断往外扩散 伴随着一长串浓浓黑烟 消防队员赶抵现场拉水线灌旧 建商无奈表示 隋定工在中午休息时间 疑似把打火机放在阴架踏板上 可能不堪太阳曝晒 因此引燃火势 打火机都放在旁边 太阳太大 那个打火机爆炸 刚好那个塑胶油在旁边 就那样着火 由于工地内有大量板膜和塑胶网 加上起火点位于五楼顶 刚开始火势十分猛烈 苏星消防队以强力水线压制 顺利控制火势 原本工地内还有三名工人 及时逃生 没有人员伤亡 起火的新建案 原本已经盖到五楼 但发生火警后 又必须重新检视 相关建筑构造是否受到影响 完工日也必须往后延期了 一时大意的结果损失可说不效 记得张兴杰妙力报道